民進黨團 當著葛魁江一跨的面 民進黨團立委喊出三個主要訴求 杯葛江一跨的施政報告 而前一天拋出願意面對公投的江一跨 也只能無奈的到休息制 等待朝野協商的結果 因為民進黨團認為 馬政府願意進行核四公投 動機不單純 如果 这个公投 以所谓的抛出的假公投 这样的一个诈述治国 各位试想 目前的公投法的高门槛 八年内如果公投没过 八年内不得再提 绿营立委频频出招 朝野协商一整天 晚间总算达成共识 将一化同意 在公民投票结果出炉前 不办理追加预算 也不放置燃料棒 3月8号还要到立法院 进行核四专案报告 总算顺利上台 我们愿意接受 核四停建公投的挑战 并不表示 政府新建核四的政策 有任何改变与松动 而是愿意透过 停建核四公投的这个程序 让这个分老的20多年的议题 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 不要再内耗撕毁台湾的社会 虽然将一化再向绿营坎化 不过核四公投该怎么投 还是没有共识 朝野核四大战才刚开始 兄弟兄弟 现在大家晚安 江葵说说 不要再内耗 撕毁台湾的社会 完全赚成 简单说 也就是核四的议题 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关键 因此你要用公道来改管 那你前后的公平性 还有民意的高度扩大 大家参与 这都很重要 不是这样 我们再切下去 跟各位介绍 现场市委来宁 第一位 听到欢迎高兴 大家好 再来资政媒体人 翁水敬 大家好 财经专家王杰明 大家好 再来资政媒体人 终点号 主持人 各位用情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公投前核四暂停停施工 核四公投争议延烧 江葵昨天首付立院施政报告 遭在野党Bag 也就是在野党认为立公投本体 立院朝野协商结果提出四项结论 才让江葵完成施政报告 第一项结论就是 核四公投有结果前不追加预算 不放置燃料棒 除了以发包及安全检测工作外 核四暂停施工 这些目前一个结构 核四暂停施工 不追加预算等等 过来 那么修公投法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要求先修改公投法 降低通过的门槛 立院朝野 昨天也达成公事 要紧速进行协商 国民党立委赖斯堡强调 公投联署及陈安的门槛 国民党可以谈 但是过关的门槛 不宜再调降 否则有人提出统独公投 百姓会支持少数人做出的决定吗 所以各位朋友 郭平东现在因为他提出了公投 看样子劳心宅宅 所以可以先不提追加预算 从无这些那些都卖走 但是关键几件的说法 过关的门槛 不宜再调降 否则有人提出统图公投 好像我们现在要搞统图公投 我想请教一下 连旺兄 什么都可以不追加预算 这个不做那不做OK 甚至于连署陈安门槛降 也可以谈 但是过关的门槛 不宜再调降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国民党人民没有为这段位我们就知道了 国民党的本质上 他是反公投的 今天也同意说何事要公投 是在最不得已的压力下 一个政治权谋 权宜之际使出来的结果 那是吧 讲这个话 那公投法不用协商了 如果国民党的底线是这样 那不用协商 有什么好协商的 你就算把联署跟提案的门槛把它降低了 过关的门槛还是这么高的话 还是一个绝对多数的话 那联署跟提案干什么呢 你公投的目的是为了让它通过 讲道的目的不是说大家投赏 我们有联署 我们有去投票 这样就好了 是要让它通过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的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精英 普遍我觉得 因为我今天刚好看到这个 江一法庭冷清空四年理会 投书在中国时报一篇文章 当时他是反那个 所谓的防御性公投 我看他出来 国民党这些政治精英 其实充满了一种精英统治的思维 什么叫精英统治 因为公民投票是诉诸全民的名义 直接来决定 他们觉得说这样不行 因为人民是无法受控制的 人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由我们精英来帮你决定就好 赖斯堡今天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人提出统独公投 那不会因为少数人赞成就通过 请问统独公投如果一旦提出来 更别讲我们的公投法规定是不可以提统独公投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有人提统独公投 怎么会是少数人决定呢 如果今天假设我们提出 有人提出统独公投 我相信台湾大概超过七成五以上的选民 他会去投票 因为这事情很重要 怎么会是少数人决定呢 所以我觉得赖斯堡这个命题根本不成立 从这边我们看得出来 国民党的统治阶层的思维 来认明说人民是愚蠢的 由我们这些精英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们只要听话就好了 是 但是国民党有另外一个论点 我们也可以听听看 假如公投这么重要 你刚讲了 统独中很多人会出来投 对不对 公投这么重要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出来投 定高门槛 我们听听看 不是无奴隶 定高门槛 就是要吹死大家 尽量去表达意见 不是这样 所以小弟认为 将一话讲说 公投门槛不宜太低 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要问 公投门槛不可以太低 为什么只针对其中一个议题 问题这个地方 为什么只针对其中一个议题 你不可以太高 对另外一个问题 OK 所以要前後一致是不是這樣 一翁兄 原來他們在擔心的 原來是統徒公投 其實如果一個公投的提案 是牽制到一個國家的主權 或者變更國體 我覺得我們可以同意 你要二分之一的人出來投票 二分之一的人通過 才能變更國體 這不要緊 但是其他的民生議題 有必要這樣嗎 你看民生議題像何事 要不要建這一類的議題 在歐洲 在美國 其他的國家 沒有人訂這樣的門檻 都不是說你出來投票的人過半數 贏的不是過半數 就是說比較多數的那邊 簡單多數就贏了 其實這個公投 馬英九跟江儀化 他們不會改的 他這一次立法院 得到一些協商的結果 但是我看了一下 其實只有一個有意義 因為那個是在立法院的職權裡面 就是不追加預算 不追加預算 那王清明你這個共識已經有了 那你立法院就不能通過 四百幾個還是五六百的 這個本來這個會期 被追加的那個預算 那個立法院可以掌控 但是你說這個停建 其實你注意看 他們的協商的結果 是有一些沒隔的 不包括立刻停建 但是不包括已經發包的 那我就不知道哪些沒有發包的 這個核電廠蓋那麼久了 恐怕都已經發包了 那至於說哪些要繼續蓋 哪些不繼續蓋 其實都是行政院的權利 這個立法院其實一點 這個決定都沒有 這個地方我覺得是不要上當 那我請大家思考 一個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門檻 馬英九跟江宇話那麼堅持 為什麼一個公投 有這麼一個方堂的結果 怎麼樣的結果 就是只要那個公投的主文 確定了以後輸贏就確定了 那有這種事情 題目決定 題目他已經堅持題目 你看 他就堅持那個題目 然後門檻那個投票門檻 定位二分之一 就不用倒 是 所以說因為他堅持題目 由他來決定 所以的確就宣稱什麼 這個高門檻只針對 對他們反對的人 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所以現在公投門檻過高 各界是喊降 要過二分之一 就要改成過四分之一 那麼朝野可能會針對 這個議題下注來協商 好 那麼姜葵怎麼說 姜葵說 因為公投是要彌補待遇制 公投門檻不宜低 他公投門檻不宜低 是一個不能動 可是題目他決定了 也不能動 來 隨點 這樣人民能夠接受嗎 我想要用這個 公比喻的方式舉例子 給大家淺而易懂 知道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我說沒有完結 兩個人算說 不是要吃什麼東西 兩個人來猜拳決定 我沒有說 他贏 我請他吃飯 如果我贏 你出錢 他陪我吃飯 你知道嗎 所以他贏的 對不對 出錢是我 結果他贏的 他都有飯堂吃 為什麼呢 什麼意思 整體是一定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 如果是將於化於新上任行政院長 馬英九總統真正是要做一個 根主真正是要尊重名義 來決定核四的前途 OK的 你就要用軍主的保守 你不能拿少年的保守 更不能拿所謂偽君子的保守 為什麼呢 他剛才賴士堡所說的 他說可以協調有關於 這個連署成案的門檻也在降低 可是已經成案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次核四公投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不在這個所謂的降低門檻的裡面喔 那你還不是因為 因勢制宜 就是這樣子嘛 這次你就是為了核四 所以村民進黨的事情 他要跟他講 這次就是要承認這種方式過 當然他剛才主持人說嘛 國民黨的委員也有說啊 那就要用高門檻來激發大家出來表達意見 對不對 那可以啊 那你題目要改啊 是啊 題目要改 你是執政者 你現在現在核四是 繼續在興建當中 還沒有完工 所以你應該公投的核一幕是 贊不贊成 同不同意 核四繼續興建才對嘛 對啊 應該是這樣啊 反對 反對不知道有什麼主意去說 那你要是不是贊成同意 停止興建 那是反對的意見嘛 對不對 那是人民提出來的嘛 那是連署提出來的嘛 你執政黨要提出來的是 問人民願不願意 同不同意 繼續續建 那你如果有這樣的胸襟企圖跟真假 公平正義 我說坦白 在民主國家 人家做的是這種才叫做民主啊 那台灣是用假民主 撞一大堆說 我贊成公投 很多人 很多人我看到這幾天 讀者投書公 啊 民進黨也好 反核人士也好 你們不是贊成要公投嗎 對吧 那為什麼現在要公投 你有反對 所以你們是怎麼樣這樣 你錯了 贊成的是一個真正公平正義 民主式的公投 是 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這樣的公投 否則說話難聽 你如果真的公投 說統獨現在是不能公投啦 如果公投你說 你贊成統一嗎 那永遠也不會過嘛 各位朋友 我們不要上當 他提統獨公投是個晃子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討論統獨公投 但是我們要問一下我們憑良心講 為什麼會出現公投門檻過高 這真的 對於現在的高門檻 雙門檻 不管哪個案子 只要以它為準就過不了 這個是一個 不是只針對在野的民進黨 國民黨嘛 所以 將以往你講這個 公投門檻不宜低 我同意啊 但是百分之五十是太高 還是剛剛好 還是怎麼樣 這個可以討論不是嗎 宜潔 那個傑民 我剛才在主持人在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然後還出現了許多畫面 因為最近歐債事件 其實是影響蠻大的 那其實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整個歐元區 大概只剩義大利是有50%的門檻 其他國家早就以絕對多數 就是相對的多數成為贏家 我想一個問題 假設我們今天總統選舉的 投票人數不到50% 那選出來的總統 他可不可以當總統 就是假設我們最後的選舉出來 可能就40幾%出來選總統 有些國家真的這麼做 40%出來選總統 那過半數能不能當總統 按照江宜化院長的說法 那這個總統就不應該當了 因為沒有過50% 按照我們現在規定 20%也OK 對 更何況現在他說 為了彌補代議是 代議的這個不足 所以他要設這個門檻 那我就想到我家裡最近 就是前陣子我住在竹北 那個選那個地方的選舉 那個投票率不到40 那這個里長就不能做里長了 那這個地方的這個議員 就不能做議員了 那是不是顛覆了所有民主主義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 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意大利為什麼50%門檻還是反核 因為他們從小就被灌輸 核能不是一個清潔能源 核能是一個危害子 生的這個能源 在小朋友教科書 就不斷被灌輸這件事情 所以當貝爾斯科尼說一句話說 哎呀你只要選擇核能 你就可以去海邊去這個曬太陽 這句話出來哇老百姓憤怒了 就讓他這個過了50% 所以我們要回來一件事情 建民對不起 這一個義大利這一次的公投 2011年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福島之後 貝爾斯科尼當總理的時候 他想他想把2000 這個當年1986年 這一個Chenobi結束之後 發生以後 義大利他們公投決定廢掉核電 對 貝爾斯科尼他是當總理 他想再引進核電 所以問題來了 他的題目是 你贊不贊成我們引進核電 正面表述 對 沒錯 因為他是政府的主張 所以即便是人數不到50% 這個也是不通過的 可是義大利老百姓這麼說 我們要提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真正民主 什麼叫做真正民主 因為剛才他提到一件事 我當然我對政治我不懂 但是馬總統他不懂政治 所以他找講以外統在這裡 什麼鬼啊 我要回來一件事 我們顛覆大家一個想法 統獨不能投嗎 統獨不能投嗎 我例如說雖然這個事情 聽起來是不可行的 就說好像這個 就算我們真的決定的是獨立 這是不可行 但是我要問一件事 民主的真正價值在什麼地方 就是昨天有一個外國人來這邊 就問我們這個節目叫什麼意思 我們在想 最後叫Voter's Voice 所以付稅金的最大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當你是一個競爭性的 所謂的公投的時候 反對的一方跟這一方 就願意去做所謂的投票 當你設個門籃的時候 就一邊涼涼的 那麼回到最基本的問題 江儀化院長說一句話 要解決20年內耗 你真的覺得一個不公平性的公投 可以解決20年內耗嗎 所以我們在發現原來政治學者 他就睜眼說瞎話 抹著良心說黑話 你要補充簡單的來信 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門檻 所謂門檻就是說 你需要過半數的 有效的選民的投票率 然後要一半的同意 這個門檻如果改變 你拿掉前面那個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需要一半的 有效選民的投票率 就是多少選民出來投 出來投的過半數 一定要絕對多數 這叫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 不要那個 好 交過半數就可以 那個公投的主文怎麼訂 其實無所謂 其實無所謂 所以從這裡反過來看 江儀化跟馬英九 為什麼那麼堅持那個公投主文 因為他一定要堅持他那個主文 還能夠利用現在公投法的 這個高門盤的一個漏洞 OK 所以他們為什麼堅持高門檻 不是因為高門檻 如大家所講的 比較能夠彌補待一次 是因為對他們有利 而這就是民間 不是民進黨 民間很沒辦法接受的地方 這段新報告 稍微繼續 謝謝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率領中常委 齊呼口號 為核四公投案正式宣戰 將在立法院推動修公投法 降低門檻 他不是要解決爭議 他是要利用不合理的法律 護航核四繼續興建 他是要利用不正當的題目 來蒙魂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因此我們今天決議 在立法院請訴 推動公投法的修法 也有很多很多的民主國家 跟我們一樣 他的規定並不算過於嚴格 不只公投法修法 沒有交集 對公投題目設定 藍綠意見更是南緣北撤 從來沒有問過人民 直接就幹了 那現在第一次要問人民 就是應該問人民 要不要建 要不要續建 這樣才對 只有他 就是充滿著算計 每一關都是關關耍詐 因為核四是現在正在進行當中的 重大的國家政策 所以如果要停建的話 當然命題就是 你是否贊成停建核四 而不是續建 因為你看民進黨昨天在立法院 在昨天在立法院裡面 自己異常的標語 就是停建核四 公投法第十四條就有規定 立場跟公投主文應該一致 那國民黨既然是支持續建核四的話 依公投法第十四條 他只能提出 你是否支持續建核四 停建還是續建 題目設定影響公投結果 國民黨團版本 禮拜五將召開黨團大會討論定案 民進黨團揚言 如果無法協商 將全面關閉協商管道 讓馬政府感受到遍地烽火 各位朋友 我要講一句可能應該會把我嚇到的話 吳俞昇講的是對的 吳俞昇指出來 你民進黨你們自己都講 田建核四啊 好 我認為他講的是對的 但是我要問一下就是 請問一下 現在提案的是民進黨嗎 是國民黨 瑞德兄 提案的是國民黨嗎 是民進黨嗎 我不對 我不知道 當時吳俞昇併於民進黨 是啊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如果民進黨 他的主張 你就那麼贊成的話 那民進黨的主張 降低門檻十分之一 你吳俞昇為什麼 國民黨黨團不通過呢 對 很奇怪 很簡單 我們用一個 最淺顯易懂的方式 我早就講過 這個共同法是有問題 你不修 永遠都不可能通過的嘛 為什麼呢 好 我們現在來共同 共同什麼呢 我們 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 應不應該同不同意 孝順父母嘛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同不同意 不要孝順父母嘛 對不起 兩個公投都不會過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門檻 定得太離譜 我非常贊成 洪永恆教授說過 江宜華所講的說 因為公投就是為了 解決重大議題 所以呢 他的門檻不能太輕 OK啊 所以你應該來投票 你應該來投票 但是呢 你應該在相對多數裡面 來一個絕對多數 也就是投票 裡面你要過半數通過 才可以嘛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下 我都講過 我們最覺得難過的是 國民黨之前 在很多的這個 包括年金改革上面 給我們的感覺是要錢 然後呢 現在呢 在核四的問題上面要命 然後要錢要命 那種感覺 後來呢 要告訴我們 他們施展出民主的風患 然後決定讓你好像 我們就來公投 個人 既然要完整的 我告訴各位 今天 有台灣的媒體 想把這個事情 演變成所謂的藍綠對決 你錯了 你用這樣的方式 在國民黨用這種方式 在主導讓所有的核事 沒辦法過 就誤以為可以一手遮天 然後呢 從此以後 就好像你公投不過 所以呢 八年內不能提 所以公投就不能過了以後呢 好像核事 就是因為大多數人 台灣人願意見的 你錯了 你會使遍地的風華更加開花 是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節目進行的同時 我們今天晚上也同步進行 電話語音來投票 那麼您的手機 撥打551273 每秒鐘0.2元 前10秒免費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很中性的 目前興建中的核事電廠 該如何處置 如果是同意繼續興建 請按1 你認為立即停建 請按2 那麼歡迎各位觀眾踴躍的投票 老闆來開槓 表達你們的意見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 馬英講說核事公投 要讓全民知道台灣面臨的挑戰 但是藍英指說公投設定題目 當然要定停建核事 不是續建核事 則是否 民間立處核事公投題目 是否續建 那麼我再給各位念一下 中國四部 他怎麼說 他是一個記者 非常恭允的 他說 這是一個吊詭公投 題目定勝負 所以評論了 他才有一個說 我念各位聽 比較小的我念各位聽 如果將公投題目 設定為 是否贊成續建 就可以促使正方兩方 兩方都全力出門來投票 那麼大家都有一樣的機會 各位朋友 如果把他設為馬英九總統 他知道你說 新建核事 是他一貫的立場 所以你要用你的立場 來設定 然後看有多少人 支持你 敢是這樣 漂亮 其實這個題目 我們昨天其實就談過了 凸顯這個公道化 荒謬的地方 剛剛瑞德舉了一個例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 大家更清楚 假設今天我去連署 我提一個公投 叫做 你認為馬英九是否為男性 會不會過 你很壞 一現在的門檻是不會過的 我換個地方 你同不同 OK 不好意思 不會過嘛 一現在的門檻不會過 連罐真的很壞 不會過 可是馬英九就是女性嗎 不是吧 他還是男性嘛 那這個公投結果不會過 但是會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他也不會改變事實 那這種公投我們投來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投荒謬在這裡 我倒是覺得 我們老闆來看 今天的題目很中性 你為什麼一定要是非題 我們可以用選擇題嗎 贊成這個停建的選二 支持續建的選一 到時候數人頭看哪邊比較多 這是題目 另外一個部分 門檻的部分我要講 OK 這樣一話講說門檻 公投門檻不宜過低 我請教江院長 為什麼在離島建設條例十字二條 關於離島博弈公投門檻可以這麼低 你告訴我 同一個國家 同樣的公投 為什麼博弈可以這麼低 其他的公投就要這麼高 是你認為博弈這個 開賭場這個事情不重要 所以隨便 這個你說不過去 另外關於題目的設定 執政黨應該設什麼題目 在上一段VCR裡面 我注意到江一華說幾句 他在施政報裡說 雖然我們決定 將核四交付 是否續建交付公投 但是政府不放棄 蓋新建核四的政策 這句話是江一華施政報告裡面說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整個中央政府 整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 你是支持核四續建的 這是你的立場 你用江一華說 我們拿馬英九不快 對啊 他也是認為要續建的 馬英九怎麼說 馬英九重申 新建核四立場不鬆動 所以你今天公投 你就是說 我馬政府 我要續建核四 讓我們來看看 有多少人同意 同意的話 我就繼續建 你不能到處說 你為什麼續建 他說因為反對人不夠多 所以謝老師你講的沒錯 總統行政議長 兩個台灣現在 政治最有管理的人 他的政策的選擇 是說我們的立場 政府的立場 是要繼續蓋核四 是 結果你們的黨團提出來的命題 是問大家要不要停建 你是精神錯亂 還是說你們連捍衛自己政策的勇氣 都已經沒有了 不是 他是因為這個公投法的高門 他要走巧門 沒有錯 走巧門 你講的正確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走巧門不是我們在講 我們看看 東海大學一位政治學系的 胡主卿副教授 他怎麼講 他今天在兩月沒道書 公平對待 你應該改續建公投 他的論理我們給你看一下 將公投提案的停建 改成續建 並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但是馬政府現在是用停建 這一次核四公投是公投法 制定施行以來 首次由國會多數黨提出公投 也就是國民黨 你應該保持辯論公平性 如果只是以提案技巧換取八年平靜 無意圓木求魚 馬主修法律 將以西洋政治思想建長 各中利害 不可不變 簡單說一句 他意思是說 你今天用停建 你是要幹嘛 你是提案技巧 但是你如果 因為我這樣贏了 所以因為 將軍要講 要終止台灣內耗 他自己講 不要說二十年 你想換取八年平靜 五億圓木求魚 他也是黑政策的 將軍說你黑政策 我們也黑政策 這句話 真的說出了台灣人民的心聲感 沒有錯 可是我不贊成這個評論講了 這個題目改為 要不要續建 就可以公平對待 那其實馬英九就怕這個 如果說就可以公平對待 他不會怕 因為如果改成說 要不要續建 那民進黨 民進黨會做什麼 大家都不要去投票 不要投票就好了 大家都不要去投票 所以你看 如果說題目定為 要不要續建 那對國民黨絕對不利 也不公平 也不公平 那你用馬英九要那個題目 不是對民進黨 今天民進黨只是 反核的一小部分 今天整個社會這麼多 民間都在反核 那對這社會大眾 反核的不公平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應該修這個公投法 只要修改一點點 那個什麼門檻 那個以後再談 就修改這一部分就是 只要出來投票的 只要出來投票的 有絕對過半數 有絕對多數 那那個案就過 如果這個一改的話 題目定什麼都可以 這樣子一改會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雙方都會用於表達 贊成或反對意見 這個結果才會出來 沒錯 這樣的話 國民黨會要他的支持者 一點要出來投票 那社會大眾反核的 也會出來投票 這個時候真正的民意 才會被吹出來 沒錯 那我們要的就是說 國家碰到這麼有 重大爭議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真的民意 不是馬英九跟江一華 這樣再操弄 到時候 如果說這個 反核沒有過 不是民意 不同意 而是他利用這個法 在這邊操作 讓他贏得很骯髒 甚至不武 不過這個倒有意思 如果是 本來政府要決定 現在他說 我沒辦法告訴你 責任太大交給公民 那公民是越多越好 這江一華講 所以要高門檻 要越多越好 所以高門檻 但是各位朋友 按照現在的做法 國民黨會怎麼樣 不要去投票 因為你不要去投票 就等於支持我 對 到最後的結合是怎麼樣 提供民 交給公投 是因為要擴大民意參與 那他實際做法是怎麼樣 降低參與人數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那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民意調查 台灣指標 台灣指標民調 他問一個問題 他說 如果公投完成新建核市場 您會投票贊成或者不贊成 就是要公投 要把它蓋完 您會投票贊成或者不贊成 各位朋友 不贊成的 共共賣60% 59.6% 投票贊成多少 26.1% 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是2月21號到22號 用電話隨機抽油的方式 有效用本 1,004個 這樣的一個結果 在目前的 目前 馬英九他們 所要的公投法 跟他們所訂的題目 傑民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其實教授 你給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其實有深呼一吸口 我嚇得到了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三天數字變化非常快 從突破了50%的門欄到52 到我們前兩天 討論這個數字是54 現在已經到59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真理越清楚 其實老百姓了解更清楚 但是對不起 再怎麼多的真理 過不了公投 所以這個公投其實 我們剛剛現在 投票再來出來 當然還是有些贊成興建的 我覺得這是 有任何人表示意見非常好 我說一個數字 讓這些覺得繼續興建的人 聽聽看 2015年之後 我們人口將要零成長 2015年後 我們國家進入到老化市場 以現在日本過去十年 人口零成長之後 它的用電量不但沒有增加 反而減少 當時他們在蓋福島電廠的時候 恐嚇東京說 如果沒有福島電廠 東京會缺電 事實上事後證明一件事情 就算沒有福島電廠 東京也沒有缺電 事實上把天然氣一補足了 就沒有缺電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當時在設核四的時候 是在李登輝那個年代 李登輝總統那個年代 台灣經濟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增長 你的薪水那時候是增加很快 你可能前幾天薪水才兩萬四 過幾天三萬 過幾天四萬 那個年代你還記得吧 現在不是 現在你的薪水是四萬三萬 可能倒退路 扣掉通貨膨脹 你是往後退的 所以我要說一件事 當時的核四 是在所謂的經濟正在高速起飛的時候 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現在台灣在未來 電力的需求是不會增長的 所以我要回來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真的搞很清楚是 怎麼角色錯亂 吳玉生怎麼會 執政黨怎麼會拿在野黨的命題 來做決議 這個角色完全錯亂 還有多數黨他可以決定政策 竟然多數黨會把他的政策 拿去公投 這不就自己把自己倒閣了嗎 所以整個角色錯亂的時候 他當然要出一個角色錯亂的問題 觀眾朋友我再請問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有核四 要不要討論的議題 是因為立法院在決定 要不要增加481 你來續建核四耶 所以立法院的議題是 要不要續建核四 所以理論上怎麼是停建呢 是要不要續建 才是這次立法院的爭端嘛 所以同意續建 才可以最佳預算 不是這樣 但是顧民眾還有一招 台電說核四不商傳 卻有缺電的危機 可是下面有講 台電說核四運轉 電價仍然會漲 要太多 核四商傳也漲電價 核四不商嘴也漲電價 核四想 他們想幹嘛 他們現在是在恐嚇人民 老師你仔細看那個內文很好笑 什麼時候會缺電 假設台電講的缺電是真的 我們先假設這個命題是真的 2026年才會缺電 今年是2013到2026還有13年的時間 如果今年決定核四不蓋了 到2026年你還有13年的時間 這13年的時間 台電都在吃飯睡覺 你不會想辦法再去找新的能源嗎 結果你告訴我們說 現在不蓋2026年會缺電 所以我覺得根本是在鬼神 其實我想簡短補充 就是說你剛剛那個圖表 有將近六成人認為核四應該停建 可是按照現行的公投法的制度 最後贏的是哪一方 是26%支持續建的人會贏 請問這個是真的民意嗎 這個會換來未來國家的安定嗎 這是一個關鍵的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繼續 謝謝 油價帶動物價狂標 無奈就是加薪幅度超級牛步 根據主計處統計 去年國人平均實質薪資45888 比前年小幅增加139元 但去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1.93% 靠掉物價漲幅實質薪資是42080 反而減少1.6% 薪資減幅不但是史上第三產 更倒退到14年前水準 難怪隨處疑問上班族薪水有沒有增加 民眾都說哪有啊 政府講的是政府在講啊 他百姓也感受不到啊 一個月的支出的話 大概會多出2000塊 那如果一年下來呢 等於支出多了2萬多塊 所以對上班族而言 他整個購買力是下降的 所以他的痛苦指數也是上升的 鈔票越變越薄 上班族痛苦指數當然持續飆高 除了通貨膨脹以外 老闆獎金發的少 也是薪資倒退主因 就看今年景氣回溫 企業能不能幫員工加點心血 讓上班族的心情別再愁眉苦臉 各位朋友 馬英九雙管齊下 一個就是用現在的公投法 跟他的題目 立於不敗之地 另外還要恐嚇威脅一點 沒有合適 店家給你翻倍的賬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對人民來講 哇這會聽呢 為什麼 去年實質薪資減幅史上第三場 還倒退了14年 14年 政院主計處總處調查 去年平均薪資只增加139塊元 或者0.3% 但是扣除物價賬不料 實質平均薪資更減少到1.6% 為史上第三大減幅 只比2008年 2019年好一些 實質薪資的減幅 是最大的三年 都在馬政府的任內 好 這樣 這一招就厲害了 他一方面讓你薪水減低 你以後面跟你說 合適如果不去 絕對要去店家 傑民 對 這樣的一個說法 能不能達到 讓人民轉過去說 合適要續建 現在這個店家的問題 現在已經越爭論越明顯了 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跟觀眾朋友表告一件事情 其實最大的受惠者 永遠是我們工業用戶 我們工業用戶 是我們民間用戶的三倍 但他店家竟然不用便宜 所以只要工業用戶 調高0.2元 觀眾朋友麻煩你記得數字 只要工業用戶 調高每度0.2元 馬上台電就增加400億的收入了 0.2等於400億 所以如果以現在它的電價 如果調到2.8元的話 估計台電就每個月 每個月就可以增加800億的收入了 你知道這差別是什麼地方嗎 而我們現在台灣所有工業用戶的電量 竟然比泰國 印尼 菲律賓還要便宜 你相信嗎 我們現在工業用戶的電 它的使用的電費 竟然比泰國 比印尼 印尼是有能源的 比菲律賓還要低 你相信嗎 所以我要說一件事 馬總統最厲害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你變小了 把你薪水變少了 這叫做實質薪資 這叫做明目薪資 你看看 在阿扁時代裡面 實質薪資一直是穩定的 那麼明目薪資有不斷的增加 表示說你的薪水左邊增加 但你實際的消費能力還是很強 誰把這個慣例打破了 在這個紀錄 這紀錄誰執政的 Oh my God 它的名字叫Bomber 我沒有說誰 它的名字叫Bomber 因為它最厲害的事情 就是把這邊變成死亡交叉 而且死亡交叉更擴大 因為說這個人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跟各位報告 它厲害的地方 今天的新聞看到沒有 有一家藥廠 它在台灣申請一年 一年 它申請不到土地 在竹北 最後它決定去成都了 所以它去成都了 知道嗎 這是台灣最新的肝癌藥 為什麼 因為它花了一年時間 申請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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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是說要與民真理 要幫老百姓的忙嗎 因此瑞士為什麼成功 瑞士就靠兩個商品 一個要手錶 一個要什麼 叫做生肌醫療 生肌醫療要七八年 它做到了 但手錶是要每個月 每週出新品 它也做到 社交座政府 替老百姓幫忙 來看一下 這個人叫楊玉銘 他是誰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 輝瑞藥廠的全球的 台灣人 全球的執行長 他怎麼說台灣的 來看一下 台灣有人 有錢 缺的是誰 我們太多幫本了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的薪水這麼低 馬政府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只要做一件事 他願意做一件事 什麼事 調高基本工資 但是結果怎麼樣 要等到六月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對馬英九來講 現在正在一個關鍵點上面 錢賺得越少 他越怕漲電費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數據 很粗畢 台灣指標民調一共 將內閣上台施政 您關心哪些議題 可附險一共13下 我們來看一下 12345 排名12345 最擔心的就是油價 電價上漲 將近100個百% 可是你看核市場安全性與其用 只到74.6% 所以馬英九 用電價來揚蟹 你沒辦法過你的死 這一招 林芳可能還有用 當然是我覺得馬政府的評估 一定有效 所以其實這些都在他的計算當中 因為前面幾項其實都是跟每個人的荷包 有立即相關性的 那核市是不是安全 雖然大家認為他不安全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 還有一種賭的心態 拔款也不行 不一定會出事 但是出事我們就沒辦法解決 另外我覺得這個政府 還在取得巧門有多少 他現在告訴你八月要講到 十月要漲電價 你讓核市停建 我十月就給你多漲一點 八月什麼天氣 八月熱到要死 是台灣大概一年 12個月以內 最熱的一個月 夏天大家要用電 要吹冷氣 要吹電通 限電一下 不要講立法院這兩天 在討論核市不是兩天都停電嗎 雖然台電說這些搞法無關 可是你看看 這個政府用了這麼多的巧門 都想方設法 要讓核市繼續蓋下去 但是我再說一次 他的黨團的提案的題目 快點說 問我們要停建嗎 你覺得這個政府 真的我覺得柯建民講得很好 祖宗又嚴謙謙 主頭還兼老千 所以最後的結果 馬英九政府會這樣子 大聲朗朗推公投 然後用力鼓勵不去投 比總這樣 不是這樣 市長 站在我們的立場 其實我必須跟各位講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所以核市的部分 尤其是公投的部分 你有什麼意見 我們的這個投票裡面 也有贊成繼續興建 我們也是要尊重他 那是他的意見 然後呢 也要尊重 立即停建 不要再蓋 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我們贊成核市公投 但是一再強調 是要一個真正不是虛偽 真正的公平 而不是羞辱正義式的方式 來進行嘛 另外就是說 他剛才說到說 那為什麼薪資是減少對不對 請問一下 全世界去年 誰沒有 哪一個國家 沒有歐債危機 沒有 美國在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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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 可是我們看到為什麼 全世界都這樣 台灣特別慘 因為台灣沒有 別的國家沒有辦法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剛才看到 所以喔 油店雙掌是第一個老百姓最關心的 因為鐵 我馬上明天才出去 我馬上買的麵包 坐的客人車 好就起床 整個都應用到對不對 是 所以我會痛 所以立即的痛 從二代健保 正所說 里里口口 包括年金改革 這都是錢 可是不要忘記喔 要錢完了以後 現在就變要命了 是 想方式法就是 不讓人民表達自己意見 還兼恐嚇 我覺得馬英九 非常非常殘忍 剛剛給大家看到 一般的受薪薪階級 薪水實質 實質收入倒退 史上第三產 可是前面三產 都是在馬英九任內發生的 就是馬英九執政 把人民搞得 生活這麼辛苦 有超過50%的受薪階級 他每個月月薪不超過3萬塊 去年有超過50%的受薪階級 沒有拿到年終獎金 然後台電還跟你講 你薪水他救 你還不要合適嗎 沒有錯 大家這樣已經過得非常慘 還給你漲油電 雖然每年 幾百塊油電的負擔 但是對這些已經快活不下去的人民 他每年少個幾百幾 一兩千的 那簡直要他的命 所以你現在用台電 你不續建核四 你每年要多付五千七百塊 他這樣恐嚇 完全是假的資料 完全是欺騙 可是他知道有效 我今天每年少個一兩千塊 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那現在核四不蓋 不蓋我每年要多五千七百塊 那我怎麼活啊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不道德 而且非常的殘忍 你讓人民活不下去 你用這個要錢或要命 來恐嚇人民 但是反過來講 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恐嚇 接近恐嚇的方式 因為他知道 不用這一招 民意就非常清楚 看我都會被打擾去 這次如果不夠 我還有一個題目到高門檻 所以馬英九 你們這麼心虛 怎麼好意思繼續執政呢 這段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後段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馬英九跟江宇華 一個政治學者 一個法律學者 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公投門檻不宜太低 因為這樣民意基礎就太低 可是按照他們現在堅持的高門檻 跟他們的題目 我想請教一下 李晃兄 他的結果會是什麼樣 他的結果就是會有更少的人出去投票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公投法的制度是 你不去投票通通算反對 這些人不一定真的反對 他也許是 昨天喝醉酒睡過頭 今天睡過頭沒有辦法去投票 但是通通算反對 那代表什麼 就是說你越少人去投票 他就不會過門檻 那這個案子就不會成立 這個跟民主 他是背道而馳的 緊張民主是怎麼樣 你政府你把公投的門檻降低 那因為他有通過的機率相對高 雙方要競爭 對 贊成反對 雙方都會想出來投票 因為雙方這個叫做良性的競爭 就是我贊成我一定要去投票 我反對我一定要去投票 是這樣投票才會高 結果現在政府是反其道而行 我倒是建議立法院 你乾脆如果 國民黨不同意修公投法 降低門檻 民進黨要提一個案子 凡是公投有領票者 政府發給1000塊車馬費 這樣可以提高投票率 是 瑞德兄請教一下 請問他們不是不知道 正因為他們知道 所以他堅持要用這樣的題目 跟高門檻 你看 國民黨怕什麼 他們不是那種把握嗎 他怕什麼 他就是怕萬一真的過 真的過以後 核市必須停建 這是他最怕 所以從頭到尾的設計 都是只有為了一個目的 核市繼續興建 可是他不是要民意嗎 就是這樣子 他最重要的目的 就只有這樣子 而且我要告訴各位 我非常的感謝林志玲小姐 對不對 跟很多的姐姐妹妹媽媽們 全部站出來 你們看到昨天埃及的熱氣球 碰子 抽點桿 落下來 300公尺的落下來 現場19個人死掉 核市場就像是那個熱氣球 而萬一它爆炸的時候 抱歉 有可能不是19的人死亡 有可能是19萬 1990萬 這個就是為什麼 那麼多的女性 她會害怕 站出來的原因 所以你用經濟來威脅人民 恐怕也改變了一個問題 你的安全 你提不出保證是不是 經濟威脅是會有效 因為很多民眾他的資訊是不足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說你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總統 就不應該這麼30萬 不應該這麼骯髒 你應該光明正大 讓公投法是一個程序上 公平公正的法 那你如果不修那個門檻 剛剛瑞德講說 那你修題目嗎 你修題目 沒有修題目也可以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一個法律不應該 題目怎麼定就決勝負了 那公投什麼意思 是 傑民 我想只有一個結論就是 事實上台灣不缺點 台灣事實上缺是什麼東西 台灣缺點就是 怕你如果真的設核四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花 九千億到一兆的錢 我們沒有 因為要把核四將來要除役 或者未來的核三要除役 他所耗的錢 不是你現在所新蓋 規定要428億 而是這428億下 我們台灣還要再去找 九千到1.5兆錢 去把這個核四給消除掉 這是很單純 那你要保證 這40年它是沒事的 事實上連運時 都可以從天空打到俄羅斯 事實上 打到核四場怎麼辦 所以我的結論是 台灣不缺電 但是總統缺良性 對 因為他事實上 他也沒什麼良性 13%的技術 就知道他是一個 完全良性 也沒有其中 對兩個人 會像一般 是有很多不聯想的 這次的 超級歷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